是雲河 是雲河 住手 是雲河 你怎麼過來了 是我自己要過來的 你別怪他們 長逸 現在不僅是你們兩個人的事 還關係到整個北約 長逸 放給他 雲河 跟我們走 走 長逸 你別皺美 這樣不好看 放心 我不是要逃跑 我只是在屋裡待久了 想出來跟固有說說話 雲河 你這是在幹什麼 你是在幫著北約 對抗萬華谷嗎 雲河 你要知道 谷主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你啊 萬華谷跟北約 不應該是敵對的關係 林浩清 此次出征不單是為了我 更是為了你們 把你們帶來本就是為了偷城 你說什麼 你已經見過谷主了嗎 停手吧 這一戰 我們雙方都不會是贏家 谷主雖然被你們抓了 但是萬華谷御靈師的尊嚴尚在 容不得你再次輕視無面 雲河並非要輕視大家 也並非要侮辱大家 只是當年 先師探用寒霜壓制萬華谷之時 就已經註定了今日的敗局 你所言不錯 目前萬華谷的御靈師 皆被先師與順德所控 可是蝼蚁尚且偷生 命在他人手 我們無從選擇 命是在他人手中 但心永遠都是屬於自己的 想要回頭永遠都不晚 萬華谷已經輸了幾百年了 還要繼續讓他再輸下去嗎 但是我們身上的寒霜未除 此刻若不打 萬華谷便會萬劫不復 只要你們歸入北院 一切就還未到絕路 諸位 我已經研製出了藥物 可以壓制住寒霜 之前你們派來凌霜台的同僚 也曾經寒霜發作 但是服下藥物後 至今仍安然無恙 我相信有朝一日 我們一定有辦法 可以解決寒霜的 寒霜雖然可緩 但是北渊先重 與御靈師的積怨 又如何化解得了 加上胡王之死 你們定會遷怒於 萬華谷的御靈師 如此大仇 也要罷首 談何容易 我乃胡王之女 青瑶 當初害我父王遂丹之人 乃是仙師 而威壓四方眾仙有的 是仙師縱容下的順德 冤有頭債有主 我青瑶今日在此立誓 凡師願意加入北渊 我們共同抗擊仙師順德的御靈師 我們都願意接納 絕無報復之意 諸位 我也曾是御靈師 我知道你們貌似前來北渊苦寒之地的不怨不甘與不義 但是你們想想 是誰讓你們來到這兒的 你們又是為誰而戰鬥 可有清醒的人 睜眼看看 是誰讓我們的血性不在 是誰 將我們困於牢籠之中 又是誰在動和威脅我們 你們的刀尖 揮向何處 你們的性命還有一腔熱血又灑向何處 我欲將我手中的刀尖 揮向牢籠外的行刑者 而並非同樣夾縫中求生的苦難者 我會去 兵人 先師困不住我 也困不住萬花谷 寒霜雖然可以壓制軀體 但是壓制不住內心的道義 還有希望 玉靈師之魂永遠都是自由的 北渊不拒战 但更愿与诸位携手对敌 反若北渊者 北渊定永不相赴 渊恒 我说过 无论何是何地 无论何是何地 渊恒 我说过 我都愿意信你 瞿晓星 愿入北渊 瞿晓星 还不明白吗 瞿佛跟希望 你们选哪一个 我愿加入北渊 回去 回家 这包不知死活的东西 曲小星 我命你进宫 你竟然带着大家投降 好 选择希望是吧 我就让你们看看 你们选择的北渊 如何能救你们 你 有缓解之钥是吗 万花谷有三千玉灵石 我看你北渊能救多少 又来得急救多少 云和 好 云和 救命 啊 啊 大尾巴雲 我這次真的要變成風啊 玉侯 好 是不是這裡的寒氣太重了 雲苑暖和 我帶你回醫院 鼓聲為什麼停了 難道是戰士停了 雲苑暖和的零力 他為何三具零力 他曾突破寒霜劍之 替那零零能再換寒霜 難道 是雲苑 是雲苑暖和的雲苑暖和的零力 我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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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雲苑暖和的零力 你死 月和 你不能死 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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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管你 嗨 月和 就不疼 不疼 追逐着海浪 捉不住的光 任由我 愿回想 大卫八卫 其实我一想跟你说 我从未背叛过你 可是我不敢 我撒下了以大局为重的火 骗过了所有人 也骗过了我自己 我只是害怕 怕我做的这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替你做决定是错 逼你离开是错 在全崖上赐你一件 让你心思也是错 将你这颗赤子之心 伤得千疮百孔是错 让你这个温柔如水的人 如今变得面目全非也是错 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风格 反正你我之间 反正你我之间 也无法再回头 但爱巴鱼 忘了我 也让自己 解脱了 所有的唤穿 别再想起 怪我的过往 这里一发花又伤方 如你白明朗 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 这世间 如你所想 明朗 这是怎么回事啊 郊主立体 它已经不在了 愿你的所长 去过眼地方 远离我远离了悲伤 从此无需我忘却犯伤 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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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你就这么走了 你醒一醒啊 醒一醒啊 他一定是在批养我 他从来没有跟我见过真话 之前他为了让我走 便骗我杀我 所以现在 他一定是想让我放了他 所以才骗我假死 对不对 愚合 愚合你才假死对不对 愚合 愚合 你不要碰他了 都是你不好 他倔 你也跟着倔 他赌气 你也跟着赌气 愚合就是想得太多顾虑太多 可是你呢 你明明知道 他说的都是些违心的话 你为什么就是不能哄哄它 让让他呢 你明明知道他喜欢外面的世界 为什么你就是不能 让他出去看一看呢 你是他最最喜欢的人 为什么你就不能先服个软呢 他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帮你啊 你别跟着我 你别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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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你半明朗转眼过几万个光年 你可曾看见这世间 若你所想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无论你跟我解释什么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相信你 过去种种我早就放下了 我只是 我只是想把你留住 我封住了狐心岛 锁了云渊 我借我所有的力量 去监视你 看护你 为什么还是留不住你 露锦扫手的没错 我为什么就不能饶着 为什么非要跟你多亲 为什么不直接把心里的话告诉你 为什么偏偏要憋着你给我一个解释 我还把你留在这里 底部 我最爱是 你不乖 我求求你 不要再丢下我好不好 不要再丢下我 你很快 我得丢下我 我会尴尬 我真想出现 我能看我 我得丢下我 我太好了 你不要再丢下我 一丝月光 无痛也无伤 留一双洁白的翅膀 她终于 愿意成全她 把自己 多疯藏 愿你永不落迷惘 上日月里扬将时光刻在了手掌 远眉梦滋养 告别着 还记得吗 这里 就是你当初逃跑的终点 你说 那是你最快活的时候 就连呼吸的空气 都是自由 其实那天 我早就远远地看到你了 可是我没有伤见 是因为 我看到了你最真实的样子 我自由了 我终于自由了 那是我能看到的 你最简单 最快乐的时候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这一生到最后 没有被任何事情束缚 包括我 我 我 你最后 我 你最后 你最后 我 我 你最后 你最后 我 你最后 剩下这世间的纷争之骨 由我来替你承拗 银河 你们该有更好的结局 银河 你安心大胆地飞吧 然后你再也不用担心被宽冲 是身体可不可以做得满一些 你自己去读你的明媚如花 飘伤 落外长 一月而上冲开了寒假 晚上 天之涯 与你共共一束交接的月光 夜不再有点 吧 你怎么能担心呢 你怎么能担心呢 用不这枉杂肉 你都没开心 你不要再担心 你怎么担心呢 你怎么担心了 这个就是又担心的 要担心的 就是 Xingbeen 你和几十也是 跟我去 乔严 乔严 生日 生日 就踏一天 绘竘 是 我俩 以前云河不喜欢被关在这儿 所以这个地方也没必要开了 谷主 我们为何来这里 找人 找人 Disability 喂 她在这里 她 狐狸 不 是雲河 雲河不是已經羽滅了嗎 玉靈師的賢體已經潇洒 可他還有一次重塑賢體的機會 為了抵抗寒霜 雲河體內已經形成雙脈 相生相伴 一脈湮滅 另一脈才可復蘇 由他一縷元神 助他重塑賢體 從此以後 玉靈師的天仙之脈寄滅 他將成為徹底的九尾虎 所以在順德命令您殺死季雲河的時候 您就已經籌繆好了這一切 就算將他帶回去獻給順德 您也絕對不會放棄他 而是用這種辦法瞞天過海 對嗎 那谷主如今要帶他去哪兒 您會告訴長翼嗎 雲河醫生 為了北淵 為了萬花谷 為了所有人付出了太多 從來沒有好好珍惜過自己 這一次 我希望他將過去的痛苦盡數拋下 我要帶他回家 我要帶他回家 谷主 在外界看來 金雲河已死 把他帶回這裡 會不會被發現啊 這是他最熟悉的地方 在這兒他也最自在 我會設下結界 旁人看不到也出不到這院了 我會告訴大家此處已拆 他們找不到這兒的 金雲河 我會來, 請你 為了 你 讓我來 你 我要掌握 你 你 你 字里露出千年一跤 天涯外长浪浮现 我在余光中 仿佛看见我们在哪 也曾像一朵花坎 相遇在开门 文化的亭外 也曾像一首歌 相遇在此举天来 为了她重塑人形 不准非了拜生礼礼 值得吗 偶像 偶像 救命 吃的 你们是谁 我 我又是谁啊 谷主 他这是怎么了 世间法则 有得必有失 过往记忆 一言消云散 他现在 宛若先生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谷主 这应当是常义的娇人类 留在他身上只怕不妥 你要喜欢 你就留着 你是不是认识我呀 为什么你看我的眼神这么难过 你叫阿济 济年的济 我是你师父 师父 猜猜我是谁 你是旺财 不是 那你是 翠花 姐姐里不就只有我 师父 还有思雨姐姐三个人吗 师父看那么多书 也不见得比阿济聪明了 阿济最聪明了 师父你看 我给你编的花环 好看吗 好看 真好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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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啊 思雨姐姐一定准备了好多好吃的 师父 阿济饿了 快去吃饭 可是 师父 为什么你们都不会饿 不用吃饭 只有阿济不一样 因为阿济还在长身体 需要用师母自养修为 可是 阿济自己吃不行 师父和思雨姐姐来陪阿济一起吃 师父你快点 来 吃饱了 还说让谷主陪着吃饭 一个你 比五十个谷主都能吃 以前可没吃 思雨 以前 以前没怎样 以前可没这么馋 人间的桃花酥 只能吃一个 剩下的晚上饿了再吃 嗯 阿济又困了 那就去睡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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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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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我怎么会做那么莫名其妙的梦 梦里的人又是谁啊 阿姬 怎么了 师父 阿姬做噩梦了 别怕 有师父在呢 师父 阿姬总有些事情想不通 什么事啊 思雨姐姐有时候会说我过去如何如何 可阿姬怎么就是记不起自己的过去 阿姬只要记得 你是我徒儿 就足够了 可阿姬想知道更多 尽管您给了阿姬很多画本 可是阿姬对外面的世界仍是知识甚少 每日只在这结界里游逛 阿姬也觉得有些无趣了 师父 你为什么不让阿姬出去啊 这一次 你还是想要出去啊 还是 师父 你在说什么呀 从明日起 师父就教你各种防身法术 当你都学会了 我带你去外面游历 可好 师父是说 这一次 师父陪着你 去看外面的大千世界 真的吗 真的 太好了 我可以出去看大千世界了 太好了 阿姬已经迫不及待了 太好了 我认识了 嗯 好吃 是 师父 你今天教我什么法术啊 近日你刻苦修炼 其他法术都学得差不多了 近日我教你一个 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 是什么 找找镜子 这是我呀 师父 好厉害呀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 师父 这是什么厉害的法术 我还要变 你想要维持的酒 就得自己努力修炼 你是九尾狐 能施唤醒之术 方才镜中的少年 是旁人眼中的你 红枝不散 旁人看不到你本来的样子 切记 唤醒之术 最近你心动荡 你要稳住自己的心 师父你好厉害 什么都会变 可是我怎么从未见过师父 变过脸换过型啊 因为唤醒之术 只有九尾狐才会使用 谷主虽知如何引导 但是他自己却用不了 那是否等阿继学会了这个法术 师父就可以带我出去玩了 那你要答应师父三个条件 何止三个 师父说的条件我都答应 永远不如鹿台山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如北渊 阿继发誓 永远不如鹿台山 永远不以真面目示人 永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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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不去 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永远不去北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来这里了 为什么动不了阿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这么看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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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最近怎么总是做奇怪的梦 越来越可怕都灰飞烟灭了 不过 那个人长得倒是蛮好看的 好看有什么用 还不是把我吓哭 阿季 谷主要考考你的狐火之术 阿季病了 怕是去不了了 除非思雨姐姐告诉我 你们什么时候带阿季出去玩 谷主不是说了吗 待你的唤醒之术控制自如的时候 便是你出谷的日子 好吧 今天 有什么好吃的呀 能让谷主亲自教导你法术 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 你呀还天天让谷主用吃的哄着你才愿意去 谁让阿季这么漂亮可爱 讨师傅喜欢呢 之前是桃花酥杏鱼酥还有栗子酥 上一次我让师傅给我带了酝酿 今天是不是就吃这个了 吃个花 我分你吧 你等过了谷主那关再说吧 否则你能吃的只有法 这你就放心好了 师傅教我的所有法术都学会了 这就叫则天赋异禀 骨骼精奇 赶紧去吧 谷主在花海等你呢 谢谢思雨姐姐 那我去了 我去了 你是脑袋后面长了双眼睛吗 这都能躲得过 不合适你的看家本领 就这点本事 哪有 我明明是怕你会受伤 所以才没尽全力的 还来骂我 我以后不孝敬你了 看 这是什么呀 这叫烟花 我让果中弟子从人间带回的 喜欢吗 喜欢 还是师傅醉堂还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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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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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师父教我的法术都很简单 我一学就能会 但唯独这唤醒之术 只要我心神不定 我就会立马献出圆梦 师父 不如再给我几天练一练吧 好啊 继续练 练不好的话 什么都没练 师父 都是你爹条臭鱼 害我练不好唤醒之术 让我生产都吃不上饭 要是让我知道你是谁的话 我肯定会把你变成泌尿素 一下把你吞掉 好饿 就算现在吃你也不顶饿 根本饿得睡不着觉嘛 师父不会这么心狠 让我生产都吃不上饭吗 师父 师父 哇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挨饿 当然舍不得 知道你喜欢凡间之物 既是生辰 就少不了凡间的寿面 其实爸 其实我不是偷懒不认真修炼 是我一直在做噩梦 弄得我心神不宁的 什么梦啊 就是我梦到自己躺在一块大冰上 周围都在下着雪 特别特别冷 有一个人他一直抱着我 我还看到了他的脸 他长得 还行吗 他有一条特别大的尾巴 又长又亮 还有呢 还有 他看起来好像很难过 有珠子从他眼睛里掉下来 有珠子从他眼睛里掉下来 就跟这个一样 师父 你之前跟我说过 你捡到我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在我身上 这到底是什么呀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梦里那个呀 它叫珍珠 茫茫世间万千璀璨珍珠 它只是普通的一刻 就和你的梦一样 万千幻梦中也是最平常的 不必管你 只是这样 我还以为 和我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呢 玉酿酥 师父你当真就我带了呀 阿姬 师父以前也做过梦 梦里面我有个很喜欢的人 也有个很恨的人 我喜欢的人想要离开 我不惜一切代价想留住他 哪怕是幸运 可我恨的人却告诉我 这世上还有很多事需要我用幸运去做 这些事要远比我个人的生命 爱恨来得更重要 师父 我听不懂 不懂就不懂 不渡可尘不是一种幸福 但梦中的事就让它留在梦中 阿姬 你要记住了 春花秋月年复一年 你也不该回到 可是师父 你还要不要好好练啊 要不要出去玩 那是当然 我一定会好好练换星术 到时候师父可不准食言 师父等这一天也许久了 起床 思义姐姐 师父说得我都练成了 他说的还算数吗 父亲大爷将成 万华姑很快就能自由 故主 阿稷说 他的唤醒之术已经炼成了 还有 您答应他能出谷的承诺 不会失言吧 这么心急 让他再等等我 东莲他们已经找到鸡百草 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等今日炼出解药 破除大家的寒伤后 我就陪阿稷出发 师父怎么看不来 男方 店主 宫主 已经过了午夜 阿稷那边还在等着 怎么办 东莲他们 不能不管 谷主要去先师府 师父 你可算来了 我等得都快睡着了 出谷之后想去哪儿 哪有好吃好玩的就去哪儿 山下雨多 多舍重毒障 你虽会先术 但学术不精 还要备一些药物法宝在身 思雨 来 明日你就要一个人上路了 为什么是我一个人上路啊 师父不是说好陪我一起的吗 师父还有药室在身 少则一个月 多则半年 能得吗 半年啊 我就知道你心急 所以让你先出发 但师父说得好像我一心 只想着玩似的 师父的父亲有些旧步 隐居难防 我已经写信把你托付给他们 地托在包裹里 顺着走就好 那师父办完事情 会去找阿姬吗 当然了 这一路上你会途经人间 会遇到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你先去帮师父探路 我随后就到 那好说 这事包在阿姬身上 我先来 我会准备到了 他们都回答 我们我们也会 归宿 下一位 好 我认识 我拿到шие子 他帮家 这位 是 他 是 浪人 不财 是 赐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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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主仆百年 缘分到今日结束 明日同阿姬一同南下 谷主 父亲给我选的这条路 注定独来独往 独生独死 你陪我走到今天 足矣 死于不愿 如果要照顾阿姬 谷主就自己去 不要 不 不要 死于知道 谷主选的这条路异常艰辛 死于所求不多 只想做您的影子 如影随形 至少这一路 您不会走得太孤独 您忘了吗 死于说过 要一直陪着您 无论生前生后 求谷主成全 此次命令 死于不走 好 等师父忙完了 一定要来找阿姬玩啊 师父 谁不答应谁就是小狗 从今日起呢 阿姬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想去哪儿 想做任何事情都可以 如果师父没来寻你 你也不用来找我 那不行 怎么刚拉上手就开始反悔了 那不行 那你跟我一起走 好 我答应你 一定尽快去找你 我若是迟到了 你怎么发我都行 如何 真的 那我可得好好想想 要怎么发发师父才行 其实这次出去 除了吃喝玩了以外 我还真没想过要做什么 嘉义时日 你一定会找到想做的事情 想去的地方 但是你要记住 你答应师父的话 嗯 不去鹿台山 不以真面目示人 绝不去北渊 传给古中传信 每天都传 走吧 嗯 师父 那我可顺着这条路走了 你到时候 阿稷这就走了 你记得早点来找阿稷吧 阿稷 记住 不回头 师父 阿稷已经往人间走了 第一次入人间 还是独自一个人 阿稷就走了 你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真不愧是我呀 阿稷以前觉得仙界很好 现在才知道世间之大 仙界有其高级 人间也自有它的繁华热闹 我想师父您说的话是对的 阿稷会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也会知道自己该叫什么 归来客战 我明明是第一次来人间 怎么觉得好像来过呢 不会是又和梦里那条大尾巴与有关吧 师父好像不喜欢我提到梦见 这句还是不要的 我买了这么多颜色 先是哪个好呢 外面有人用了灵力 难不成是师父来了 不是师父 不是师父 先师父的爪牙 我看你往哪逃 先师父 陆台山的先师父 我是被逼的 那是仙界之令 我不得不来 但我没有害过人 一丘之河还敢降临 既然跟先师顺得勾结 就该知道有这一天 以多欺少算什么好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只臭狐狸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这怎么叫多管闲事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他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 你们何必要这样赶尽杀绝啊 他们围捕其他御灵师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手下留情啊 洛姑娘 我没有动过手 好 庚明和曲小星 正在附近围捕其他先师父的弟子 一会儿就来 洛姑娘 这个狐狸好像跟他是一伙的 不如我们把他一起带走得了 说话不要那么武断啊 谁认识他啊 谁跟他是一伙的 你是被我牵连的 我拖住他们 你赶紧跑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知道你不是坏人 放心 画本里的大侠 可不是这个时候逃跑的 画本里的大侠可不找你这样 抓起来 押回北渊 北渊 不就是师父不让我去的地方吗 果然各个凶声扼杀 那画本里还说了 擒贼先擒王 你放开我你这个臭狐狸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你要是敢惹我的话 北渊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你 这么多灵石 怕不都是抢来的吧 你北渊的人这么富有吗 你还给我 那是我跟云合 好不容易宰下来的 合什么好 这 这位先有 这么做有些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都是抢来的 不拿白不拿 反倒是你啊 我救了你 你还过来教训我 拿着 这 在下姬宁 多谢先有相救 请为先有尊姓大名 叫我阿稷就行 哦 对了 方才说那什么 先师府的人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这个人 倒是挺不错 生性善良 我才救了你 你就别跟他们一武了 其实 先师府并非都是作恶之徒 有不少师兄弟 都是迫不得已 奉命行事 你哼什么 人家好歹还想要救我 你呢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抓人 要我看 你们北渊的才是坏人吧 不过呢 你说我好不容易逮到了你 该怎么处置你呢 我要不要看看你身上 还有什么呀 阿稷哥 那个 毕竟男女瘦瘦不亲 瘦瘦什么不亲 做了坏事 就要受到教训才对 你说你这么好看 你个小姑娘 干嘛总是凶巴巴对别人 怕不怕啊 让我看一看 该从哪儿下手呢 放过你了 露露 没事吧 空明啊 好了好了好了 露露啊 这春狐狸是不是轻薄你了 倒也没成功 没成功 先生 这个县师府的人 好像跟那个狐狸是一伙的 该如何处置 成羽的师弟 先把他们带回北渊看呀 小心 好 你跟露露一起回去 是 为什么呀 你又要赶我走 当然不是了 只是青瑶给我传信过来 说现在北渊突发了一案 有犯事者闯入了冰湖 常义她连查都没查 直接判了死刑 现在不赞同的声音 越来越多了 我不放心 就算再想不开 也不能这么胡乱的发人啊 常义不会这么鲁莽行事的 这件事她肯定有其他的计划 露露 现在御灵师之困未解 我真的走不了 小心 回去以后一定帮我盯着点 你又要留我一个人在北渊 这不还有我吗 你又不是空明 好了 乖了 只要我纠置好这些御灵师 我一定马上马上回去找你 好吗 这是哪里 好端端的为什么会打仗 那边又要在做什么 云和 阿稷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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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犁哥 好疼啊 这哪儿啊 这是北渊凉窗台的五望枯 我们都被抓来这里了 你说哪儿 北 北渊 这下完了 师父真的要生气了 也这些北渊的人 也真的是妨人变转 果然是一群混蛋 这句话算是说对了 这北渊哪 没一个好东西 你也是被抓进来的 你这话问得就可笑了啊 就这鬼地方 难不成我是自愿进来的 问问而已 凶什么 小兄弟 这位不日便要被那娇人处死 你就再让他张狂几日 闭上你的嘴 你 你方才说什么 这是死牢啊 什么 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我就不该不听师父的坏 这下我可真要死在这儿了 连命都保不住了 你方才说的那个娇人 他是这儿管事的吧 说话好使吗 我都这样了 你觉得呢 那你是因为什么罪名 被关进来的 杀人泄愤 瞧你那个怂样子 瞧你那个怂样子 我告诉你啊 我卢锦颜是被冤枉的 我就算脾气再坏再急 也不能滥杀无辜啊 行行行 行了 你还好意思喊冤 那岂不是我更冤了 那不都是因为静云河吗 他干声要在阵前 劝降三千御灵师呢 我要知道这娇人 是这副残暴德行 我都不如死在仙尸 和顺德手里的我 不如死我 阿杰哥 我们不会真料死在这里了吧 那可不行 我师父还要来接我呢 我得活着才行 没有用的 我都试过很多次了 逃不出去 这鬼地方 跟仙师傅的从击锁 差不了两样 我都有客气 我们都都不服裂了 银河啊 这么久以来 却连梦中你都不曾现实 你就这般恨我 再也不愿与我相见了 不得了了 怎么了 快去看看 那臭蛇在挖洞呢 他要逃跑 什么 挖洞 对啊 走 快去看看啊 走 走 这哪儿 人呢 跑哪儿去了 人呢 跑哪儿去了 在这在这儿 过来了过来了 快快快快 拿 拿哪儿 哪儿 哪儿 那不是弄吗 就在那儿呢 快去 没有啊 反正都这样了 试试呗 一直都是师父教训我 总算有机会教训别人了 对啊 试试 那走啊 等着交人送你嘛 走 我的天 他们没追上来吧 我说季晓哥 你可以啊 身仓不乐啊 照我说 你有这本事 都不如我打回凌霜台是不是 打怕那个交人 你自个儿在这儿北渊 当个尊主不挺好的吗 要真是这样 我卢锦言一言九鼎 一定留下来 尽心尽力负责你 考虑考虑 怎么样 这凌霜台听起来就冷冰冰的 还有那个交人 他那么可怕 我躲他还来不及呢 你们二位是要分头跑呢 还是要继续打呢 不是 今儿算你命好我跟你说 下回再见了 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季晓弟 那我先告辞了 走了 你个妖孽 行了 季晓哥 你呢跟我一起 你我有缘 希望来日再相聚 走了 好 好 啊 季晓哥 接下来要去哪里啊 我接下来要听我师父的话 先去南方 你就先跟我离开北渊吧 不然你留在这儿 肯定会被欺负死的 嗯 现在估计整个临霜台的人 都在抓咱们 我们要先认清方向 躲开那些支 这 这 阿季晓哥 你真的知道路吗 它居然会亮啊 它是在指方向吗 可是那边看起来如此荒芜 还有点阴森 这真的可靠吗 越慌 说不定越不会有追病 说不定这就是离开北渊的捷径 你要是真的有灵性 你就给我好好指路 千万别让我们 被那个交友人抓到 走 阿季哥 这里怎么越走越冷了 要不咱们换条路吧 我也觉得这个地方有些古怪 不行 你在这儿等我 我到前方去看看 说不定前面还有什么路呢 总感觉应该往这儿走 你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 你怎么感觉这里这么熟悉呢 那是个人啊 真是个烂酒鬼 在这儿冻死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呀 是我梦里见到的那个怪人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这条大尾巴鱼身手真漂亮 也算是开了眼了 长衣 长衣 你是什么人 黑袍 暗纹 这种华贵材质 北约应该只有地位极高的人 才能穿吗 难道他是 阿季哥 快逃 那个人就是北约尊主 江然长衣 打 金宁 跑 什么杀金灵双台 打败交人当尊主 那鲁锦言压根儿就是在骗人 我耗尽全力都敌不过交人一回 他一成功力都没用到吧 尊主大人 有话好说 谁让你们来这儿的 大尾巴鱼 小姐 还没用 大尊主 尊主大人 那个 我们只是路过而已 不知道你在这儿修繩 真的 纯路人 村主 村主 那个洛国家说 那个有只狐狸 带着如景颜和福昌 还有先师傅的弟子 他都他们越狱了 爷什么爷就在你眼前还一一 把他们都带回去 是 原来我梦里那家伙 就是北渊村主 他不会就是师傅 不让我来北渊的原因吧 难道我和他有仇啊 就就你呆头月的玉啊 这小部里长得还挺精致啊 走了 对 一定是这样 师傅用心良苦 我绝不能让这娇人认出来 否则非但小命不报 还会牵牵师傅 谢谢大家